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劳动党现议员获选人 15号三文台 在这里问候大家 公司吊动员工的职务 要封锁吊动五原盒 五原盒只要为版其中一条 员工就有决定 拒绝吊动甚至请求之前 吊动五原盒是 1.基于契约的经营所必须 2.不得违背劳动契约 3.对新资或其他劳动条件不能变差 3.要动后的高度 用劳动所能承认 4.要动距离不能过远 4.要动距离不能过远 我们看过员工抱怨 出城日丹吊榜丹 家庭村回乱七八糟 也有榜丹吊成日丹 榜丹金枝迷冷 新资收回 5.如北吊三一大员 逐坑吊中坑南坑 甚至有资深员工 老板嫌我们太贵 把我们叫来调去 让我们自己走货 碰到复合里的调动 先看公司有没有违反 调动辅门合 不要一下叫自己写离职单 放弃自己十几二十年的年资 如果有一天公司 为了别的理由把我们叫 进办公室 叫我们明天不要来了 要我们签离职申请书 千万不要签 签了离职单 就没有资深被换失业提破 公司如果叫我们走 是他要给我们单的 不是我们用写离职单给他 叫他白纸汇训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群里 公告权或是资深被 如果拿不到白纸汇训 就好像每天继续去上班 既不如公司也要在门口拍照 以免以后他说 我们连续扩植三天 把我们开服 如果公司违法解雇 或用各种手段逼我们自己走 他们写离职单等于自己辞职 公司就没有承认 我们就很难对自己决定 汇训不大 团结最大 我是劳动党生议员 候选人12号高违海 在这里问候大家 多别乱 欧阳 词 更多 没有 避免 四 三 五 四 四 四 中文字幕——YK